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这一波的风波要怎么来平息和处理 给了李建斌一张黄牌 这个判罚没有任何问题 刚才完全是多余的一个附加动作 没有必要 上海的深花在这段时间完全在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 结果这一波风波之后 可能气势上就不会那么连挂 给自己的球队帮了一个盗马 自己还吃到了一张黄牌 解围没有踢远 李汉博 扣过了把家具 这背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踢人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踢人 动作很大 也难怪李汉博如此情绪激动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这个事发地点距离 北京公安乐视的踢补席非常近 现在双方已经场面上完全混乱了 我们说惊呼得比应该有火爆的场景 但火爆仅限于足球范围之内 刚才百家俊背后的这个动作 这是故意踢人 这是故意踢人 没得说 我们本以为这场比赛80分钟之后 双方经历了惑然调整 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期间 但没想到现在已经过了90分钟了 而比赛进行的是支离破碎 双方都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了情绪的宣泄上 参谱员在呼唤百家俊 过来要接受处理 我们看看参谱员会怎么来判法 这样的恶意踢人 之前的中国足协刚刚给媒体和解说员 进行了普及 红牌怎么是给了利剑斌呢 还在骂 还在不依不饶 还在不依不饶 秦升 这个时候作为老大哥 过来赶紧先把他摁出了球场之外 但是我们只是说刚才百家俊 在背后这个故意踢人的动作 事实上一张直接红牌 也是没有问题的 像 湖安的替补席还出示了一张黄牌 我们看看这黄牌究竟是给谁啊 这巡龙吗 这是巡龙吗 看看45度角 定位球奥古斯托直接宣到后点 定位球奥古斯托直接宣到后点 力量稍微有点大 看看45度角 看看45度角 向前传过顶 在边路奥古斯托 球停的不错 漂亮 连续的想要挑球过人 最后这一下失忆是有手球的情况 但是裁判员不为所动 这是一个背后的踢人防守犯规 张晓斌吃到这一张黄牌 这是一个战术的犯规 刚才张晓斌作为防守的第一道屏障 已经是丢了身位 所以在背后呢 放倒了王韵 这和刚才百家俊在背后的踢人 完全是两个概念 但是不知道 战家俊好像连一张黄牌都没有吃到 当然 我们说刚才那一次明哨之后 李汉博作为被踢的那一方 情绪很激动 也有肢体上来和对方进行对抗的动作 一张黄牌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刚才从参议员林军的处理来看呢 好像只是给李建斌叠加了一张黄牌 累积变成了一张红牌 发出场外 剩下的当时双方包括像李汉博 包括像百家俊 都没有触法 此外呢还给北京关乐市的替补席球员 出示了一张黄牌 好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 就在吹响结束哨的一瞬间 好像百家俊 我们看还在和北京关乐市的球员有一些争夺 这样的话呢 2016赛季的中超联赛 上了一地生花的最后一个主场在虹口结束的方式似乎略显尴尬